美国总统拜登17号晚上在德拉瓦州离开竞选总部的时候 总统车队辆SUV突然遭到力量车撞上 当时拜登刚从竞选总出来准备上车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总统车队遭到力量汽车撞击 随乎立刻护送拜登进入到车子里头 另外多名的安全人员马上将这个汽车给包围 现场是一片混乱 目击者表示拜登以及第一夫人是安然无恙 两个人也已经平安的回到家中 再看到大陆第一艘的国产航母山东舰 14号正式入列4年了 山东舰上星期才穿越了台海返回了海南岛停靠 后续走向持续引起美中台的关注 山东舰是大陆第一艘的国产航母 这全长了300多公尺 有歼15舰载机坐镇 在历时6年建造 2019年12月17号 在海南三亚军港交付海军 那么现在已经是入列4年时间 那在今年山东舰的航母编队 首次也远赴了西太平洋海域展开的演练 10月份进入南海 刚刚结束一个半月的巡航 东协国家跟日本16号开始 东京就举行了三天高峰会 针对大家关注的南海情势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 是在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罗事后 做出了个清楚的表态 小马可是说 菲律宾希望减少对石化人料依赖 推动产生天然气 菲律宾有权开发南海的可能的能源 虽然日本对南海并没有主权的诉求 但是菲律宾日本之间 已经有相互驻军协议的展开谈判 让可能原本已经难以厘清的争端 现在变得更加的复杂 俄乌战争延到了20多个月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日前 也说服了共和党议员 支持加码援助乌克兰 并且预测普丁如果打赢了俄乌战争 将会攻击个北约国家 俄罗斯总普丁表示 拜登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俄国没有兴趣跟北约打仗 北约大华 北约 cort 我们要饮动 我们会忘记 这些年轻人 决定 相当了我们的孩子 普丁表示拜登是在为自己错误的政策来辩护 普丁一再将冷冻后的北约东阔 视为西方国家无视俄罗斯安全 而表示邻国芬兰四月份将北约迫使俄国 在边境附近集结军队 不根据北约宪章第五条 任何一个成员国遭到武装攻击 都会被视为是对所有成员国的袭击 因此为促使的集体自卫权 另一方面一名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官表示 在明年11月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之前 普丁将不会谋求和平谈判